来关心娱乐焦点 金钟五十颁奖典礼 今年不设置主持人 该由影言人跟颁奖人 串起全场的活动 而张飞原本获邀担任影言人 但却临时透过助理表示 还没准备好 无法出席 主办单位眼看时间紧迫 赶紧情商了余晨沁支援 反倒是先前和评审杠上的吴宗献 确定将出席担任影言人 能够凑成今天所有的晚会 整个细节 所有的人马 都是我们演艺圈表演者所促成的 综艺龙头张飞 原本要出席担任金钟奖引言人 想不露在倒数时刻 却突然婉拒邀约 只透过助理简短表示 因为还没准备好不能出席 紧接着来 在我们节目里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 非常特殊的一位表演者 传出是因为张飞今年七月 要复出中式主持节目 却被高层以内容不够好 一再退案 不管背后真相是什么 目前张飞手机关机 联络不到本人 这可急坏了全体人员 眼看时间紧迫 只好找哈林于晨庆带打 原本已经是颁奖人的他 在接下引言人的身份 将会瞬间二职 第五十金钟奖颁奖典礼 有别于以往模式 不设主持人多了 以旁白话语的引言人 贯穿全场 打头阵的就是张晓燕 我看了一本书 书上说你不一定要考第一名 因为你如果是第二名 或者你是一个快乐的冠军的话 其实人生也是很快乐的 再来就是胡瓜哈林 还有之前曾经炮轰评审 但最后还是会出席的吴宗憲 三个人都有得过综艺主持人奖 在综艺圈可以说是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最后一组登场的是 你有上过我们节目吗 没有 小意思和蔡康勇 幽默主持的风格 也获得大众认可 金钟五十积极找来 恶熟能详的综艺大咖 炒热气氛 主办单位也力拱诸葛亮出席典礼 希望能让金钟五十盛会 在天气势 有点TV综合报导